大家好,我是宇哥,宇哥出品必是精品。 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真理熊手中,这下小珍有救了,老师被射中诱尖,苦不堪言。 小兰愤怒地扑上去,却被一膝盖顶了回去,手下们也觉得玩大了,上前阻止。 然而丧心病狂的老大还是想要小兰的命,让他永远无法再次登上舞台。 关键时刻,水鱼、真理熊与大块头及时赶到。 业余拳击手出身的小珍与大块头三两下便将这些小喉喽制服。 水鱼则跑去救小兰,虽然真理熊只用左拳,但对付这帮杂鱼已绰绰有余。 女经纪人山口趁乱逃出,叫来了扶本组的大哥巴脸哥,哪知这些流氓早已被小珍等人收拾干净。 小兰仍没有放弃,明知可能已来不及,她仍要赶去西部音乐会参加演出。 巴脸哥将自己的车子借给了他们,大块头驾车,载着浑身是血的小兰,拼命向会场使去。 然而还是迟了一步,演唱会已经结束了。 会场已空无一人,小兰伤心透顶,求山口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 你已经没有下一次机会了,这次演出对你这样来历不明的垃圾来说是最后的机会。 你却自己搞砸了,今后别想在这个圈子里立足了。 明明是她搞砸了小兰的演出,却要小兰背锅。 这个女人实在太恶心了,东国特哨的人就是社会上的渣子嘛,我们连做梦的资格都没有嘛。 小兰绝望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 这时水鱼走了进来,要小兰登台为伙伴们唱歌。 小兰怎知水鱼此举另有他意。 半曲过后奇迹出现了,那个与他最亲的人妹妹美琪突然出现的门口,不能歌唱到一半停下来呀。 让我听到最后吧,哥哥。 时隔多年,兄妹俩终于再次团聚了。 原来之前水鱼在门口遇到了美琪,她答应美琪一定会让小兰上台唱歌。 或许是英哥显灵了,因为水鱼之前在她的墓前许了月,让奇迹降临在小兰的身上吧。 今天是英哥的季日,六人与美琪祭拜过英幕后,小兰告诉大家, 虽然妹妹已找到,但她仍不会放弃,她会继续自己的歌星梦,努力成为一名歌手。 几个人将车子还给了黑道大哥,大boss很欣赏这几位能力出众的壮士。 想招他们入会,真理雄蜿蜒言拒绝了老大的好意,哪知大块头却动了心。 几位老友在饭桌上说着笑着,聊着闹着。 饭后大块头觉得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可做,只有自己无所事事。 当即决定加入福本组,水鱼等人觉得太危险,劝她放弃这个念头,但明显没奏效。 于是军师眼镜出招了,他们让大块头去街头兜售,名为憋血粉的壮阳药。 在手心里藏好广告与台词照着念,水鱼与眼镜当托。 计划本来是这样的,为证明药效,此时大块头喝下假药,劈开动了手脚的石头。 谁知大块头搞错了顺序,一掌劈开石头,然后再喝下假药。 眼镜连忙忙的原厂,上前买药,谁知大块头却喊出了她的名字。 这下彻底穿帮,人们都走了,一记不成又生一记,都瘦绝对不会碎的杯子。 杯底是加厚的,只要将杯底怼向桌子就行了。 然而大块头用力过猛,直接将杯子捏碎了,人们再次走掉。 这下就连足智多磨的眼镜都没辙了,就这样大块头跑去加入了福本组。 几个人一合计,先这样吧,大块头肯定不是混黑道的料,她受挫后自然会放弃的。 组里决定由八连哥的手下田中负责带大块头,第一天的工作是大扫除。 大块头却问,什么时候开饭?于是她吃了一记脑瓜杯。 扫除后第二个工作是擦皮鞋,啥时候开饭呢? 于是她再次吃了一记脑瓜杯,这次又因用力过猛将鞋扯坏了,直接吃了一记拳头。 擅自接电话也不行,直接吃了一记飞饺,这里是黑帮。 擅自接电话是很危险的,大块头备受挫折。 两周过去了,田中对大块头的评价是,什么都做不好,人倒是不错。 当晚两人在此值班,此时有人叫门,田中就大块头留在屋中,自己去开门。 哪只来者是寻仇的?一剑劈在田中肩上,灯石鲜血飞剑,大块头跑去查看。 凶神恶煞般的仇家,举着刀要她交出浮板。 不妙,大块头危险了,真理雄等人听说浮板组发生了火片,几个人急了,连忙赶去医院查看。 人没找到,却见到了田中,她看出小珍腰间藏着刀,要她交出来后,拿刀抵着真理雄的颈部逼她道歉。 然而小珍毫不畏惧,告诉她,若大块头出了什么状况, 自己一定会替她报仇,因为她是自己的好兄弟。 田中听后丢了刀,要小珍晚上七点去公园,她由衷的羡慕大块头有一帮如此可靠的挚友。 晚七点,几个人如约雷的公园,此时大块头出现在电视中,与人进行着摔跤比赛。 原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,大块头抄起椅子,一把便将仇家击飞, 之后便叫了救护车,还引来了警察。 老大极为震怒,由大块头以死谢罪,八连哥出手揪起了她。 她知道大块头心底善良,不是混黑道的料,接受大块头去当职业摔跤手。 在那里,大块头终于可以肆无忌惮,尽情地吃了。 几个伙伴听后乐开了花,真理雄感谢八连哥救了大块头, 八连哥也感谢大块头救了自己的手下田中。 道上的兄弟既有容人之量,也能成人之美,如此甚好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讲完了,咱们下集见。 喜欢这部剧的话别忘了点击关注,打开你们的更新提醒小铃铛,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,与哥讲电影这五个字。 点击关注,这里的铁粉专区全集已上架,欢迎大家订阅。 喜欢宇哥的视频请订阅关注获取第一时间更新。 对了,还有别忘记转发哟。